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采访过他 而且你知道他原来是搞财经的 而且还是跟南风窗杂志很有关系 但是后来到了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他要给人家有人要捐钱 但是钱也不多 是吧 就几十万 他几十万干什么 就是这善款各有各的用选 于是他是帮人家找善款投资的方向 他说我觉得有个有意义的计划 就是你这个钱可以投入一个采访写作计划 就是大地震当中的这些个见证者 幸存者 救援者 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写作计划 可是最后 投钱的人愿意投了 但是找不着人去写 所以最后 最后他自己来 他自己来 他自己一来 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以后 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 就他的本业也不干了 他就去 从此就干上这个了 所以才产生了这么一个报告 你是不是有点不对头 这个不对头 我在三年多的采访 有人一直就问我 甚至还拒绝接受我的采访 他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 你三年多就为了汶川地震 就一直做采访 一直在采访 因为要采访很多人 而且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 所以到全国各地去找他们 他接受就是余政不断 余政 这个余政我觉得是 对我们每个人的冲击 其实到现在其实还存在的 很多人以为地震已经过去五年了 这包括我在采访的时候 很多人拒绝接着采访 觉得地震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 谁知道多少年以后才会再发生一次 四千年以后 对 但是对专家预测 多少千年 或者至少最短的也是几十年之后 才会发生一次 但其实我们看到地震 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很近的 那这次亚安地震 亚安你看也才过了五年的时间 你对比上次的这个汶川地震 到这次亚安地震 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感觉就是我们五年前的 付了那么大的代价 我们死了八万多人 付了那么大的代价 我们所应该积累的很多经验 没人好好去真正去挖掘 总结和积累 包括我们个人对地震的认识 其实都还是很肤浅的 他就说就是很多人完全不了解这个地震 就是比方说汶川地震 这个名就是错的 因为这个名字错了 给救援的这个重点方向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正宗不在汶川 实际应该叫应秀 在应秀镇 它是汶川下属的一个镇 因为我们国家地震命名 它有一个规则 你在什么地方爆发的 以你这个地方所在的县级行政机构的名字来命名 它确实属于汶川县 但汶川县的地形是很特别的 它南北特别的长 真正离爆发点 它县城离爆发点有五十多公里了 如果说真要找它离它最近的县级机构 我觉得更让我想说说的 其实我想说说后遗症这个问题 这个我最近发现美国人是比咱们文明 咱们不太注意 小心小心 政治不正确 不会的 这个谁都能承认 就是咱们不太提后遗症 咱们倒是有遗忘症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美国它打一个越战 它就会有这个退伍军人正后群 它有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实际你看 你们都不知道 我最近看到一些资料 后遗症 比如说非典 你也过去了吗 可是很多人悲惨的人生 现在还在继续 你知道治疗非典 当时用的是这种激素 这种激素当时好了 当时好了之后没过半年 这个人骨头都塌了 就是这个后遗症 现在很多人就是遭受着这种折磨 你想一天天看着肩膀骨头塌了 膝盖不行 就坐轮椅瘫痪了 所以这种 现在已经没人在关心这个事情 其实都是 其实这个痕迹一直存在 我采访深圳的一个医生 骨壳医生 在英雄底下最大的一场 在废墟底下做的手术 就是他做的 他说到现在过了三年多 我就采访他的时候 他坐飞机不敢坐在靠窗的位置 只必须要坐在靠近过道 因为当时做手术 那个环境非常的狭小 非常的恐怖 他说现在他们叫一个术语 叫什么狭小空间恐惧症 他坐在靠窗 就觉得被憋住了 他就会想起那一个场景 他就会非常烦躁不安 到过了三年多 这些事情从来没人关注的 而且你看 他还是专业医生 你看看 他这个书里 我想就是你给我们 可以讲一个 就是这个李云芳的故事 杨云芳 杨云芳的故事 杨云芳当时是 已经退休了 他是住在硬秀 他女儿是硬秀小学的一个老师 但他们地震的时候 两个同时被埋了 但是隔了一百多米的一个位置 我这个特别可惜的 我12号我又去了一下硬秀 特别想去的 就是想找找他们这个母女的墓碑 但他们墓碑 因为政府要统一规划 这个他们两个名字又分开了 我看了一下距离 大概又分开了一百多米的位置 忠实于现场 忠实于现场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就像在现场一样 他的母亲杨云芳 最后是选择的 大概在第三天15号的时候 前后去了八批人去救 但这个救不是说 官方自治派的救援队 是他的家属去 远途的去 他只要看到穿军砖的 或者说是消防队员 他就去下跪啊 去拿 前后男的八批 始终救不出来 那最后这个母亲 他决定放弃 他就开始吞金 吞金 金项链他吞了 然后拿装又敲自己的头 而且还把手表 在里面这个磕破以后 拿手表的盖子来割脉 反正花了很多的办法 为什么他很痛苦还是怎么样 他其实不在于痛苦 我后来采访他的 这个杨云芳的两个 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 他们在废线交流了很久 包括吞金以后 他姐姐也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最核心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他女儿 他前两天 他两姐妹一直瞒着他 说他女儿叫莲蓉 就是那个美术老师 说他没事 但是因为小学的 伤害非常惨重 所有的老师 必须盯在现场的旧学生 所以他不能过来看你 他一直在这么骗他的 但到第三天 他不相信了 他说他三天都不来看我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但最后得到这个消息 证实的反而是一个记者 带给他这个消息 因为他那个美术老师 但是救了很多学生 才自己被压在 那个教学楼里面的 那个故事是 所有去小学采访的 记者都会听到的 所以一个美术老师 救了13个学生 然后那个记者 是偶然碰到 这个美术老师的母亲 在那个废墟下 他聊起来的时候 可能杨云芳提到 说他女儿是在 这个小学 做了美术老师的 那个记者就大吃一惊 他说我完全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碰到那个 广为传送的 那个英雄老师的母亲 然后他也不知道 大家一直这两天 在瞒着他 说他女儿 其实是还没有遇难 这是一个假消息 他因为不知道这个背景 他就告诉他了 他说你女儿在小学 英雄的母亲 英雄的母亲 你有一个英雄的女儿 他知道这个消息 这应该是一个 主要的一个打击 徐老师现在 对这方面的消息留意吗 我真是不懂 在我个人非常狭小的 这个观感里面 我总觉得 中国汶川地震的救灾 是相对以前来说 是比较成功的 它不仅是一个救灾 而且它真的是改变了 一个秩序的先后 就是以所谓 国家政治大局 跟百姓的生命安全 这个以前是 一个前者一个后者 唐山大地震这样 对不对 汶川就是把这个事情 的秩序倒过来 但是我没想到 你讲的那些细节里面 其实还有这么多悲惨 或者叫人感慨的 这个故事 这个英雄的母亲 这个故事太叫人 感慨的 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 是被这个概念 这个英雄母亲 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外人 对这个事情加得光环 而害了当事人 这个是很叫人 唏嘘感慨 特别痛心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到了 最后他已经吞进以后 当时的电台 他是一个电台的记者 电台还在现场 做了一个直播 就是拿着话筒 伸在他面前 他已经吞进了 已经吞进了 那个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最后还在现场 做了一个直播 然后向全国人民 就是同步直播这个故事 这个英雄的母亲 他有个英雄的女儿 又怎么样 他多么坚强 这直播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是英雄的母亲 现在自杀了 他这个算代表什么呢 他就这个 觉得是一个英雄的女儿 他一个母 他当时的记者的目的是 还一直想鼓励杨云芳 要坚持下来 还是想坚持下来 想救他 想救他 但这个故事其实是 那一个直播 我觉得是非常残忍的 就在他的耳朵边 直接话筒递给他 还让他说话 所以我们做记者的 真是应该反思这个事 当然这也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他一直在干的 又是什么 甚至有人在说 就说这事 你为什么还要老找那些人呢 咱们中国人过去 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这个接人的窗疤 是吧 一次次的在说 这是为什么 所以咱们广告之后 可以请他说一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冲锋舟和直升机 这是讲到冲锋舟直升机了 对 但是我要问你的是 做这个事情 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到现在了 还在找说 我觉得好像一般老百姓 现在也不大爱听这个了 其实我接收到的很多人 包括在英雄采访到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有些人可能 就因为之前的地震 稍微有点了解 在地震的时候 他们能够救自己一命 比如说我这个碰到一个 英雄当时在街上 最高的一个建筑 是一个七层楼 他是垮他最快的 底层的14间商铺 只有几个人跑出来 但有一个老头他跑出来了 他是最不容易跑出来的 因为他当时在一个理发店 正在躺着 平躺着正在刮脸 我说你为什么能反应那么快 他当时稍微有点轻微的幻动 他就一巴掌 把那个师傅推出去 自己跳出来了 他说我在三十多年前 我碰到一个都经验 一个供销社的一个采购员 他跟我讲了 他的一段经历 那个供销采购员 是1976年到了谭山去采购物资 几个小时以后 遇到谭山大地震了 他跟他生灵活现的 把地震到底是怎么回事 告诉了他 他记了三十多年 这么一点小的细节 在当时救了他一命 还有你现在要是去看 硬秀的航拍的图 在整个镇区一片废墟中间 有一栋房子特别显眼 完好无损 我后来去找到那个房子 去看了一下 只有几条小的裂缝 而且是正被评估为 地震后唯一能够继续使用的房子 硬秀镇区 我就很好奇 我找到这个房主人了 我说你房子 为什么修得那么结实 他说我1976年我在谭山 你看 一点简单的经历 或者说你看那个刮脸的老头 他没去过谈 他只听别人 间接的经验 还有自己亲身在谈上待过的人 那种直接的感受 他最后都能保你的命 为什么日本的这个救灾体系 这么样的厉害 因为多灾多难 他这个很简单 人类是一种学习经验的一种动物 对 就是而且你知道他讲的好多东西 出乎我们想象 就说地震的时候 老天爷偏爱什么人 什么人活了 什么人死了 最后我发现 按照他的这个采访 我就体会到老子说的对 就是说那些个 就是要跟命运抗争的 那些个就是性情激烈的 激动的 往往是遇难的 但是反倒什么人经常是幸存的呢 你看我采访告了一个叫蒋雨晗的 他20岁 他当时低震的时候 在在宿舍里面5岁 一个宿舍三个人一起被埋 他的上铺跟他这个在一起以后 他们两个伸手还能够互相握得到 两个都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但是那个上铺就一直非常的非常的激动 情绪始终安静不下来 在政治情况下面 蒋雨晗当时 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蒋雨晗我还跟你讲 他后面的一个经历 他他是后来是被上海消防救出来的 上海消防现在把他招过去 当消防员了 什么消防 上海消防 上海方面的救援队伍 那个时候不是全国去吗 对啊 上海的现在之所以要去招兵 把他招过去 就看着他非常冷静的心里 他现在就天天和当年救他的人一起去救别人 在上海消防他干这个事 他为什么当时 除了他蒋雨晗这个例子 我还采访了很多的 当时压在废宇下很残生的人 就发现他们确实有个共同的特点 他的心态非常平和 不是那么情绪很激昂的 说我要跟命运去对抗的 那是往往你撑不了太久 因为地震的力量 我们是要看到很多的媒体的报道 他这个力量真是 我听了很多声音在现场跟我的描述 有些我到现在还想象不出来 那个力量真是超过我们所有人类 你平常所能想象的极限 比如说我采访到的一个 卧龙管理局的局长 也号称是中国大熊猫之父的 那个张和民 他是专门做熊猫研究了 他地震后第一时间 他是在都镇厌 他想赶回恶龙 去恶龙要经过硬秀 他一直徒步走进去的 他刚才跟我讲了一件事 在进到快道硬秀的附近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些强烈的愚症 他说那个感觉是什么 他正在走在一个山谷中间 好像成千上万辆坦克 就是从轰隆轰隆的开过来 从地下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吼声 就是从地下传出来的 他说你完全你人类无法想象 还有这么大的一股力量 他说在地上的 当时在这个公共上 所有的人全部呆在那里 就不敢动 就是目瞪口呆还发抖 是是是 就是地震的 不管是地震 就是有很多的力量 它是完全是超越 我们理性所能去想象 那种力量 在这个力量面前 我们以一个什么心态去面对 你去跟他抗争吗 你去要保持坚强吗 你其实很难做到的 所以当时这蒋雨晗就劝这个性格昂扬的这个同学 对啊 让他们 让他们安静 但是他们那个同学刚开始还安静了一会 但是后来始终一直很情绪很激动 他偏偏想出去 一直在呼喊呼救 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 没声音了 所以地震预报局要是说没法准确预测的话 至少可以编点小册子 给全国范围内 尤其是地震高危带的老百姓都要发 就像我们上飞机都要学一套出了事情怎么办 这是我们学的最多而从来没机会用的一个知识 我曾经想过 我这辈子学的最多的知识就是怎么套那个 但是你现在叫你想起这个程序 你还是不知道 对不对 你要不清理一下 所以这个应该普遍宣传 不过另外 一直讲很多校舍的问题 后来你这几年连续跟进 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 为什么他们就是说 当时很多校舍倒得比民房还厉害啊 等等等等之类 后来就没跟进了 你有没有跟进这个事情 应修小学和中学 我都去调查过 他们的当年的设计图纸 我都拿到 这个说起来 比如说我比应修小学为例 它是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嘛 在应修 大概应该接近300的小学生 预浪的在那里 它的繁殖侦量肯定是很差的 是非常简单的 他们建筑学上术语叫什么单跨 就是像一个门框一样 然后一直把横着一排排的搁在上面 就是组成一个房屋的框架吧 他为什么要这么建 他当时在第一 他是1997年 91年在进程时候 已经建成了17年的 那个时候是 我们当时有个口号叫 人民教育人民办嘛 政府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投入 但村民自己集资 自己甚至出劳动力来建房 我还找到了那个承包建小学的那个承包人 就是他当时所在的那个村的一个村民组的组长 你很难说简单的去责怪他农民 为什么把房子建的结实一点 他当时的经济条件是这样 他的造价才一平米才400块钱 但是像这一类的调查 这一类的报告跟进啊 其实不单是为了汶川 甚至不单是为了四川 全国各个地方 很多地方都有潜在的地震危险的校舍 是不是都应该提前做些 比方我们要防止这样的事情 在别的省份在接二连三的发生啊 就像火灾一样 不是说外面隔热的那层东西是易燃的吗 它本来是防火的 但是因为它质量没做到家 它就变成助燃的 那么这个也是 它不单是为了上海交州路的这一栋楼 或者沈阳的一栋楼 据说它很广泛的用在很多很多的建筑里 那这个才是更加应该 更加应该跟进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调查报告 你做这个研究不单是为了汶川 对不对 没错 这个我觉得就夸张一点说 中国人在很多地方 现在生活在不安全之中 而这种不安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有点没心没肺 过去就算 是吧 我们真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民族 谁碰到谁倒霉 我记得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个哭 我都哭 但是哭完了之后 钱捐出去了 就没事了 到这回这地震 我老实讲 我认为人们的捐款抑郁明显下降 好像就是 就跟那次不一样了 这个很 而且你说甚至我就说咱这个不安全无所不在 甚至于咱们这个进口车国产的 你知道现在这个用户都在投诉什么 得癌症了 里边这个国产的这个进口的这个这个品牌的这个车呀 里边使用的很多材料 甲醛了或者什么的 弄得人家得癌症或者流产了 你说这些这些问题 哎呀我觉得这是很不安全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哎张良怎么说 你们两个刚才谈的我其实非常赞同 我写这本书 他很多脑觉得是在写五年前的 这个跟我们已经离了很远的一群人的故事 其实写这本书更重要的 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每个人 我们不一定说是一定会遭遇到 类似地震这样的事情 但其实我们谁也说不准 之前的一定会遇到一个同样的困境 它可能是其他形式的困境 在困境中间人会怎么想 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我们通过看看五年前的 在污船地震中的这些人的行为和一些想法 我们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 我们的应对的一些方法 或者说一些心态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地震中间 我们看到很多报道 地震期间对人的帮助 要以一种所谓大爱的方式来体现 对 我们所理解的大爱往往就是要么你是 对自己做出极大的牺牲 或者说你以极大的勇气去做某件事情 但是我采访到了很多人 问他们在地震期间 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是什么 提到的全是非常微小的事情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前面提到的四川消防警户处长 他是徒步进去的 那个在印象前面两天非常疲劳 在一天晚上 他印象最深的是 一个村民跟他送了一碗粥 微不足道一碗粥 他捧了之后就哭了 他觉得在整个地震期间 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没有比这一碗粥更能够感到他的 那个送粥的那个村民 现在那个叫胡大姐 他说两个人就像 完全像血肉亲人一样 坐在一起他们两个其实聊不了什么话题 因为这个没什么共同话题可聊嘛 但坐在一起心里就暖洋洋的 这就是所谓共过患难 共过患难 就是他不仅说是共过患难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真的你在处于一个极端的困境 或者灾难中间的时候 所谓的很激烈的体现 你大爱的场景其实很少的 大部分人操心的是什么 日常生活中的非常微小的事情 你怎么吃饭 甚至怎么穿衣服 你睡在什么地方 我有点明白了 他这个书啊 不单是我们讲的物质救灾 就是怎么样来克服一个大灾难 怎么救 也不重点好像也不是讲的政治救灾 就是中间谁出了问题 谁什么政策的失误 他是那种人文救灾 就关心人在危机时候 人性的各种各样的弱点跟优点 平常看不见的 通过一个特殊事件 有点像人家的战争研究一样 战争研究也是这样 为什么战后的创伤 你刚才讲战后的创伤 可以这么持久 因为你一辈子可能那段时间是你人生 那我们先讲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喜事度 可能等于平常的 我跟你讲一个他们本地的村民的故事